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0年最新数据,目前全世界共有442座核电站,其中大部分位于发达国家,而被称为工业大国的美国就有运营95座核电站,总发电量高达97154兆瓦,堪称核电王国。 那么核电站会不会爆炸呢?其实核电站会爆炸,但是不会像原子弹那样发生核爆炸,因为一颗原子弹油235的浓度高达90%以上,而核电站反应堆中的油浓度一般不超过5%,所以对于核电站来说,核反应堆是根本不可能爆炸的,但是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爆炸, 因为历史上三次核电站事故中有两起发生了爆炸,第一起是切尔诺贝利事故,原因是反应堆控制棒存在设计缺陷,而堆先温度过高,导致冷却水变成了蒸汽,最后由于水管承受不住压力,发生蒸汽爆炸。 第二起是浮岛核电站事故,由于当时地震和海啸导致应急冷却系统故障,致使燃料棒外壳温度超过高水反应极限温度,最后高水发生反应,生成大量氢气,并与空气混合发生氢气爆炸。 这两次爆炸虽然本身危害有限,但最终导致的是核辐射泄漏,这才是我们真正该关心的问题,因为核辐射范围宽达10公里,如果发生意外的话,好多来不及。 所以在2006年颁布的国家核应急预案中,规定7到10公里的区域,称为核应期燕里区,也就是隔离区,会第一时间收散这里的人群。 不过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在核电站附近居住,毕竟明天核业外哪一个先来,无人知晓。 本期的世界之最就到这里,如果喜欢视频的话,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关注哦。